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10日星期一 农历5月初五 我是子楠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 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一到周五的细成液化的话题分别是 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 情感夜线、津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 曹律师信香、西城美丽说 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 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 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者HDFM98.9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首集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是国际新闻 以色列特种部队6月8日在加沙中心区域展开日间突袭 成功解救4名于10月7日被哈马斯从超新星音乐节挟持的人质 但行动也造成加沙地区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在一次高风险复杂的任务中 25岁的诺亚阿加玛尼 27岁的安德烈科斯洛夫 40岁的什洛米奇夫 和21岁的阿尔默格梅尔扬 在努塞拉特地区的两座建筑中被成功解救 他们称获释人士健康状况良好 目前已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一家医疗中心与家人团聚 但此次行动也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众多巴勒斯坦人伤亡 加沙的两家医院报告称 记录到70具遗体 哈马斯政府媒体办公室则称至少有210人丧生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表示 国防部下设的巴勒斯坦领土政府活动协调办事处 预计伤亡人数不到100 美国报道称 美国人制营救小组的一个小队 正在通过提供情报信息和其他后勤支持 协助以色列营救加沙地带的4名被拘留者 随后 以色列占领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 拒绝就美国是否在此次行动中提供支持发表了评论 自从阿克萨洪水战役开始 以及随后乔·拜登总统的政府 向地中海东部派遣航空母舰和数千名士兵以来 华盛顿宣布了在其他地区军事部署相关的多项目标 包括保护美国公民和重点关注营救被拘留者 卡罗莱纳海岸大学情报与安全研究教授 约瑟夫·维特萨斯基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 媒体关于华盛顿在此次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报道 并不是未经授权的泄密的结果 而是相反的结果 白宫似乎做出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表明华盛顿提供了支持 维纳萨斯基认为 对这一决定最可能的解释是政治性的 即让美国选民中以色列的部分放心 尽管拜登政府公开批评以色列 但美国政府仍然忠于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目标 报道称 去年10月7日的袭击中 有39名以色列公民被杀害 另外11人被哈马斯拘留 11月交换囚犯后 美国仍有6名被拘留者 此外还有两名在以色列袭击加沙期间被杀的美国人的尸体 尽管头条新闻都在报道民粹主义又势力的崛起 但欧洲议会选举的主要结论是 议会中最大的三个政治团体没有发生变化 在6月6日至9日 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公民投票后 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在720个席位的欧洲议会中 预计将赢得185个席位 该党自1999年以来首次欧洲议会选举都拔得头筹 目前的计票结果仍在不断更新中 有关最新数据请查看欧洲议会网站 进步联盟社会党和民主党位居第二 预计赢得137个欧洲议会席位 自由中间派的复兴欧洲党位居第三 预计将拿下79个席位 这三个领先的政党预计总共有401名欧洲议会议员 尽管比先前人数减少 获得705个席位中的417席 但仍然占据多数席位 议会在每年5月举行的选举中增加了15个席位 分配了2020年英国脱欧后空出的部分席位 但不是宣布 欧洲人民党实际上是唯一一个支持率上升的主要政治团体 与2019年的上次选举相比 其他所有政党的支持率都下降了 因此中间派政党的地位得以保持 尽管是勉强维持 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在2019年大选中大获全胜 在任期即将届满的本届议会中占据71席 但在此次选举中 该党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目前仅拿下52个席位 成为议会中第二小的党团 最小的党团是欧洲议会中的极左党团 获得了36个席位 在2019年的选举中 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即将卸任的议会中拥有71个席位 然而在此次选举中 该党的支持率下降 目前只有52个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55度 摄氏13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51% 最高气温华氏66度 摄氏19度 最低气温华氏50度 摄氏10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10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分析师和开发商表示 中国通过将未出售的房屋改造成经济试用房 来清理大量库存的举措 不太可能给资金短缺的开发商带来帮助 因为该计划的规模有限 而且价格可能较低 中国房地产去库存举措并未给开发商带来多少鼓舞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 作为对受危机重创的房地产行业的支持计划的一部分 北京方面上个月宣布了一项3000亿元人民币 约合41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该计划可能为地方国有企业带来价值5000亿美元的银行融资 用于购买已建成但未出售的房屋 预计中国各银行将通过央行支持的这项贷款 向国有企业发放更便宜的贷款 帮助他们以合理价格从开发商手中购买房屋 并将他们改造成经济试用房 然而一些私人开发商发现 他们的项目很少能被选中 因为贷款机制不足 而且该计划预计只会在有经济试用房的大城市推出 他们表示国有企业的报价也可能很低 开发商的谨慎态度可能对北京方面构成挑战 因为过去两年的一波支持措施 未能重振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行业在巅峰时期 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目前仍是经济的主要拖累元素 广州市新唐镇5月30日发布通知 作为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后的 第一个发布此类通知的地方政府 要求收购合适存量房用于安置住房 住房的城乡建设部下属媒体 中国房地产报援引该通知称 当地政府将以成本价收购这些房屋 一些开发商表示 按成本价收购及比市场价低 20%至30%的情况好于预期 据路透社说 一家违约的私人开发商的高管表示 如果其他城市也提出 与新唐镇类似的贷款方案 它的公司将会感兴趣提出申请 但它预计贷款方案的金额会很低 不足以支付建设贷款 另一家陷入信用违约的开发商的高管表示 这对我们作为上市公司 或者我们偿还海外债务都没有帮助 龙州京讯估计 按照平均市场价格计算 5000亿元人民币的购买量 可以支付12%的住房库存 如果以折扣价购买 则可以支付20%的库存 标准普尔表示 将现有库存转化为社会住房 也将增加低端交易 并降低整体价格 在台湾及香港边境青年等团体 6月9日举行纪念反送中运动五周年游行 由于双重国安法出台 参与活动的港人明显比去年少 但仍有港人无惧风险 以行动对抗极权 此外也有不少台湾人加入游行队伍 今年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五周年 在台湾人及香港边城青年等多个团体 6月9日也就是五年前超过百万港人 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日子举办游行 有数百人参加 香港已进入双国安法的时代 今年参加游行的港人明显比去年少 但在台湾读书的港人 阿强和梅西依然手持 已被港府禁用的标语和旗帜参与 阿强表示 过去五年 港府用不同的法律扩大长臂管辖 理解有包袱的港人不便参与游行 他已决定不会回香港 阿强说 尽管好像今天这样可能人不多 其实很多没有走出来的人 但他们心里还是有热度存在 我的包袱没那么大 当然可以尽一份力站出来 让大家不要忘记 梅西在五年前的6月9日 是在香港街头抗议的1%的港人 他表示 看到现在香港已变得不一样 百般滋味在心头 梅西说 感觉很唏嘘 从原本很繁荣到现在的状态 五年前曾经有参与过 五年后再出来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要记住 这么多年的信念没有动摇过 我的初衷还在 希望可以继续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 为香港做出更多的支持 美国埃尔瓦州康奈尔学院 星期一证实 四名在中国任教的教师 在参观吉林一个公园时被刺伤 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受害者躺在地上等待救援 身上和地面都有明显血迹 康奈尔学院校长强纳森布兰德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袭击发生时 这些教师正在与北华大学的一名教员 一起在公园里 该学院发言人 简维瑟尔告诉美国之音 这所位于福农山的私立学校 与吉林的北华大学有合作关系 截止发稿时 袭击事件的细节 是否具有针对性 以及教师的受伤程度上不清楚 布兰德在声明中写道 学校已经与这四名教师取得了联系 并正在提供帮助 埃欧瓦州联邦众议员 马利安内特兼米勒米克斯 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她正试图联系美国大使馆 确保受害者得到良好的医治 并尽快返回美国 埃欧瓦州联邦参议员 乔尼厄尼斯特则表示 她和她的团队在与该学院 和国务院保持联系 随时准备进一步协助 这些埃欧瓦州居民 并祈祷所有受害者早日康复 此次袭击发生之际 北京和华盛顿都在寻求 保持人文交流 以防止双边关系恶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宣布计划在未来五年 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年来华 而中国外交官则表示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旅行警告 阻止了美国人前往中国 美国国务院以任意拘留 以及可能阻止美国人 离开中国的出禁令为由 对中国大陆发布了 三级旅行警告 及第二高警告级别 敦促美国人重新考虑 前往中国大陆 一些美国大学 因这一旅行警告 而暂停了中国的项目 5月中国宣布 将自2024年6月15日起 实行海警机构 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授予海警部门 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对非法出入境的 外国公民采取行政拘留 此外 对于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外国人 海警部门也能对其进行拘留和审查 拘留时期多达60天 消息出台后 菲律宾的反应非常激烈 菲律宾媒体认为 根据这项法律 中国海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 将拥有随意抓菲律宾人的权利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表示 这是完全不可能接受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公民 并继续捍卫本国领土 6月4日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卢米欧布莱纳说 中国海警夺走了一架飞机 为菲律宾海军人员投放的部分食品 这些菲律宾海军人员 驻守在一艘老旧的军舰上 这艘马德雷山麦舰 被菲律宾当作领土前哨战 搁浅于南中国海 有争议水域的第二托马斯潜湾 不过 中国军事战略专家 斯坦福大学麦里曼教授说 南中国海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高 他认为 中国现在不会选择在南中国海打仗 因为他们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他指出 不同于台湾海峡的危机 如果与美国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军事交锋在即 中国可能会寻求宴旗西谷降级风险 梅惠林认为 台湾海峡仍然比南中国海更危险 中国在很多情况下 确实在台湾海峡拥有局部军事优势 他们相信自己的优势 我认为他们是对的 梅惠林说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Covid-19还在流行 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像是多喝水 多运动 睡眠充足等 还有 只要感觉生病 就应该立即做检测 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 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 想了解详情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警自检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音线栏目 我是子楠 我是小曼 今天是2024年6月10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联合国安领会星期一 首次通过了支持加沙停火计划的决议 这项停火计划旨在结束 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 持续了8个月的战争 这项由美国发起的决议 欢迎乔拜登总统宣布的停火建议 美国说 以色列已经接受了这项建议 决议呼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接受这项分成三个阶段的计划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大使在表决后说 安理会向哈马斯发出了 接受摆在桌面的停火协议的明确信息 他重申 以色列已经接受了这项协议 而且协议得到世界各地国家的支持 战斗今天就可以停止 如果哈马斯也这样做的话 他对安理会说 让我重申 这场战斗今天就可以停止 哈马斯对安理会通过决议表示了欢迎 并在一项声明中称 准备好就落实该方案的原则 而与调停人合作 拥有否决权的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其余14个安理会成员投了赞成票 包括安理会中唯一的阿拉伯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想知道附近的天气如何 交通怎么样 有什么当地的大事 加入Newsbreak社群 看看为什么4500万人都在使用这个应用 这是目前美国下载量排名前三的免费新闻应用 Newsbreak在苹果应用程序里对自己的介绍 但是随着路透社6月5日发表的一篇 有关Newsbreak使用人工智能传播假新闻 及其中国背景的报道 这个新闻应用程序再次进入了美国政界人士的事业 到目前为止 至少有三名美国议员要求对其加强审查 2021年6月 美国总统乔拜登 曾要求对来自中国等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序 构成的安全风险展开评估 当时表现突出的是Newsbreak 和同样来自中国的短视频应用程序TikTok 和社交媒体平台WeChat都曾引发关注 今年4月 拜登总统签署法律 要求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TikTok 否则面临被禁用 美国参议员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 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 比起发布未经审查的人工生成的新闻 更可怕的是这家公司与敌对外国政府关系密切 想到数千万不知情的美国人 在试图获取合法新闻时 可能会受到其他政府的宣传和错误信息的影响 非常令人恐惧 随着美国总统乔·拜登 在以民主和法治为重点的竞选活动中 投入政治生涯的斗争 过去一周 他的家人正在经历的个人悲剧的最私密细节 在法庭上被公开复析 亨特·拜登在兄弟伯·拜登去世后 与卢尹的斗争成为他因联邦刑事指控 受审数小时证词的焦点 将拜登家族的一些最新最私人的问题充分展现出来 总统的儿子对于他在2018年10月购买的一支枪枝 有关的三项重罪指控表示不认罪 几十年来 总统一直在处理政治生涯和父亲身份 有时相互冲突的要求 尤其是在亨特·拜登的问题上 总统持久的品牌之一 是他能够理解他人的个人悲剧 因为他的家人遭受过苦难 包括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女儿 在1972年的一场车祸中丧生 博和亨特受了重伤 以及博·拜登2015年死于脑癌 博·拜登之死对他弟弟的影响 一直是法庭关注的焦点 本案的争议点在于 亨特·拜登在2018年10月购买左轮手枪时 在一份表格上声称自己不是非法吸毒者 或吸毒成员者 这是否撒了谎 陪审团于周一下午开始审议 在政府的开场辩论中 检察官德里克·海因斯便称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无论他们的姓氏是什么 这与乔·拜登竞选团队 上个月对戴特朗普有罪判决的回应如出一辙 为了让陪审团相信亨特·拜登在2018年10月左右积极吸毒 检察官通过他亲近人的证词 有时甚至用他自己的话 揭露了他破裂的关系 和他为获取毒品而采取的绝望措施 检察官还展示了亨特·拜登 2019年留在特拉华州一家电脑维修店的笔记本电脑 这台笔记本电脑是共和党多次攻击总统及其儿子的焦点 并使用从电脑中提取的短信来证明 亨特在购买枪支时吸毒 在作证的第一天 检察官播放了亨特2021年的回忆录 《美丽的事物》的有声毒物录音片段 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陪审团们其中几位因吸毒而失去了亲人 听着亨特描述了他吸毒的程度 从被同为吸毒成因者的人欺骗 到在洛杉矶无家可归者的营地里游荡 购买可凯因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据当局称 一名17岁男孩在西雅图高中校外 试图劝驾驶时被枪杀 西雅图警方称 周四中午12点30分 这名少年在加菲尔德高中停车场身中竖枪 随后在医院不治身亡 港警医疗中心证实尽管经过权力抢救 在加菲尔德高中发生枪击事件的17岁学生 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 西雅图警察局副局长埃里克·巴登 周四告诉记者 事件起因是一些高中生之间的口角 巴登说 我们的受害者似乎试图介入并制止这场争斗 其中一名最初的打斗者走近受害者 双方又发生了争吵 嫌犯开了多枪 嫌疑人的身份尚未确定 警方说他逃离了现场 至亲未被发现 巴登称 这名少年的死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悲剧 西雅图公立学校表示 加菲尔德高中周五和周一停课 警方呼吁知情者拨打西雅图警察局暴力犯罪举报热线 206-233-5000 206-233-5000 随着NBA总决赛开打 NBA总裁亚当·肖华周四晚表示 NBA在达成媒体版权协议后 将把扩军作为进程的一部分 自2008年超音速队离开西雅图以来 西雅图球迷和民选官员 一直在谨慎地关注着这位专员的一言一行 媒体交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小话说 在这个过程中还在继续 我们希望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然后我们将转向扩军 但转向扩军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宣布现在就准备好增加球队 这意味着将有一个NBA总督委员会来关注这个问题 有一些市场对扩军非常感兴趣 他们将通过一个过程来进行讨论 肖华之前曾提到西雅图和拉斯维加斯 是可行的扩军城市名单的前几位 尤其是在2021年 气候誓言球馆开幕之后 肖华说 事实上我对进入这一程序感到非常兴奋 但首先我们必须完成媒体交易 最近几个月 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一直在鼓动这件事 他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事情咨问中提到了超音速队的回归 由于凌晨西雅图唐人街国际区南十大街 南杰克逊街的一栋空置建筑发生火灾 超过85名消防人员与大火搏斗超过9个小时 这栋两层建筑非常危险 救援人员无法进入大楼内部 只能从外面向空置建筑物喷水 他们计划引进重型设备进入大楼 大楼里没有人 气候原因正在调查中 西雅图在过去一周内发生另外三起空置建筑火灾 西雅图一项新法案允许拆除那些对公共安全形成威胁的空置建筑 消防局确定了40栋符合条件的建筑 周日凌晨 伦敦南196街9400街区发生了一起涉及人质的家庭纠纷事件 在对事件处理过程中 一名警察开枪射杀了一名男子并将其送往医院 凌晨五点刚过 警方接到报警 称一名到达现场的警官与嫌疑男子发生对峙 过程中 该警官开枪击中了嫌疑人车辆和嫌疑男子 嫌疑人被枪击后驾车逃离现场 但最终在山谷东路4300街区被发现 警方已将嫌疑人送往港警医疗中心 但尚未报告他的情况 警方表示涉案警员没有受伤 如果您经常在西雅图和东区之间开车 请注意 SR520大桥将于下周末关闭 此次关闭的是 是州交通部对西雅图蒙特莱克社区 SR520进行五年改造计划的最新举措 该计划预计于2024年夏天完成 州交通部将于6月14日星期五晚上11点 至6月17日星期一凌晨5点 期间关闭西雅图爱武洲际公路 和贝尔围游东北92大道之间的SR520公路 施工队将在周末安装永久性路面和公用设施 司机仍然可以通过90号洲际公路穿越华盛顿湖 华州奇兰县应急管理局正在监测 周六奇兰湖边爆发的野火 日常野火发生在距齐兰西北约31英里的一个偏远地区 齐兰县警长办公室已经向卡诺克里克和梅多克里克之间的 齐兰湖北岸发布了一级火灾警告 雷克斯克里克地区处于三级疏散状态 普林斯克里克和梅多克里克之间的湖边步道无法使用 由于存在火灾危险 勤雾在此区域徒步旅行 烟火区域只有乘船才能到达 火灾面积估计约为300英亩 飞机和消防员一直在努力灭火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55度 摄氏13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51% 最高气温华氏66度 摄氏19度 最低气温华氏50度 摄氏10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页下栏目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COVID-19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 别担心 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 免费接种最新疫苗 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te Tricare 或CHIP 儿童健保计划 也涵盖免费的COVID-19疫苗 请浏览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 并按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在美丽的天气到来之际 贝尔维尤市政府希望听到您的声音 了解梅登堡湾公园 如何在华盛顿湖畔 为您带来更多阳光下的乐趣 现在参加调查 就有机会赢得免费的皮划艇 独木舟或战利市奖板租赁 与您的朋友一起在梅登堡湾公园的 REI船屋尽情享受 请访问park-cn.com 了解更多信息 并参加调查 迎娶您的奖品机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6月6日晚8点 男足市域赛亚洲区 第二阶段C组第五轮 中国男足坐镇主场 迎战泰国队 上半场比赛 苏巴楚强点投球破门 阿兰中柱 维师豪脚球重横梁 沙拉奇 苏帕纳同样击中门框 下半场 费南多试点 加面对空门 选择传球措施良机 拜和拉木破门 颁平比分 最终国足1比1比泰国 国足击8分 泰国击5分 莫伦国足将客战韩国 在此前的NBA总决赛 首回比赛中 波士顿凯尔特仁坐镇主场 以107比89 倾取了达拉斯独行侠 本场比赛后 凯尔特仁成功拿下了 系列赛的开门红 在这轮系列赛中 占据了上风 值得一提的是 凯尔特仁在季后赛中 已经取得了8联胜的佳绩 本场比赛中 独行侠的替补内线球员 马克西克勒贝尔的表现 可以说是堪称灾难 克勒贝尔全场出场18分40秒 投篮1中1 8球2中0 仅得到了2分 一注 攻一盖帽的惨难数据 还有一次失误和两次犯规 正负值也是低到了负失误 克勒贝尔在攻防两端 可以说都是毫无贡献 他在进攻端 甚至都不敢完成出手 即使面对机会 他都不敢尝试投篮 确实是令人感到非常失望 周四晚上 在从客队更衣室 到赛后新闻发布会的 常常走廊上 克里欧文拿着篮球 偶尔运球 当他走上讲台时 有人主动提出 帮他拿着篮球 这位达拉斯小牛队的后卫说 我需要篮球 我今晚投的不是特别好 欧文曾经在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 度过了两个苦恼的赛季 在今年NBA总决赛第一场比赛中 欧文19次出手得到12分 两次助攻 三次失误 但最终球队以89比107败倍 他五次三分球出手全部失败 球迷们发出嘘声 和凯里太烂了的喊声 他坐在板凳上整整37分钟 摄像机捕捉到他在板凳上的沮丧 欧文当晚的正负得分 为全场最差的-19分 财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上涨69.05点或0.18% 报收于38,868.0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上涨13.80点或0.26% 报收于17,192.53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13.80点或0.26% 报收于5,360.79点 Commerce黄金期货下跌0.10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2326.90美元 WTI原油期货报收于每桶78.07美元 布伦特原油期货报收于每桶81.63美元 比特币报收69,410美元 截止收稿 上证指数上涨2.48点 报3051.28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9.85点 报18,366.95点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54.23点 报39,038.16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 兑换724.78元人民币 据Lotor社报道 当地时间6月9日 正在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已就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帮助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 预计美国政府以及七国集团G7 将利用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利润 向乌克兰提供贷款 俄罗斯央行超过2600亿欧元的资产 在海外被冻结 其中大部分都在欧盟 这些资产每年可以产生大约25亿至35亿欧元的利润 G7和欧盟正在考虑 如何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所产生的利润 为乌克兰提供一笔大额贷款 据彭博社报道 卷入新加坡最大洗钱丑闻的花锡银行 花锡集团 星展集团等银行 正在加强对富裕客户和潜在客户的审查力度 以防范非法资金流动 据悉该洗钱丑闻涉及金额超过22.3亿美元 至少16家金融机构被利用为犯罪团伙 清洗网络博彩收益 此事件严重损害了新加坡的国际形象 并暴露出本地及外国银行 在客户端筛筛选机制上存在的严重缺陷 据不具名知情人士透露 多家金融机构的私人银行家 正在接受额外的培训 以提升识别犯罪分子的能力 当地时间6月9日 欧洲政坛突发震动 其右翼政党似乎正在迅速崛起 在上周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惨败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解散了议会下院 并宣布举行新的立法选举 这让法国陷入政治不确定性 重新上演了他与极右翼对手 勒庞的长期斗争 如果极右翼国民联党赢得多数席位 马克龙将失去对国内事务的发言权 受此影响 欧元跌至一个月来的最低点 日内跌超0.5% 欧元期权波动性激增 三周波动率创5月初以来最高 接近6% 三个月期权波动率达到 5月15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约为5.69% 三个月风险逆转达到 4月底以来的最为看跌的水平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紫楠和小曼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雪涛 俊宏 乐阳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heato.com 或再现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YouTube频道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